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Linda 前几天收到游戏内测资格 这倒嘴的肥肉不吃实在对不起自己 这款游戏属于中国漫改作品 在中国有不小的知名度 也有延伸的动态漫画跟动画 也因为如此所以惨遭手游画 炎王不高兴Relife 漫画作者为使徒子 本名秦清霞 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以及哈佛大学 目前任职于美国LSG建筑公司 本职是景观设计师 而画漫画只是他众多的兴趣之一 真的也是很有才能的人 该游戏在中国叫做大王不高兴 开发商是独立工作室林游芳 旗下知名的作品有《雨血》系列 以及后来针对手游开发的《影之刃》系列 该公司于2021年时也新增了一位股东 腾讯爸爸 这消息一出也令很多网友感到害怕 毕竟腾讯的名声懂得都懂 游戏发行商是万年被测花拉垮的B站 也不亏是所谓的二次元手游坟场 2018年9月开始内测 正式营运时间为2020年1月9日到2021年8月21日 仅仅一年多就官府 这边也找到了一些数据资料 除了前两个月的收益还算不错 后面就开始断崖式下滑 包含往后的收益也都很惨 意图想依靠情怀绕一波 却高估小众IP的潜力 只端出中庸的游戏品质 暴死的结果其实也不太意外 台湾也曾在2019年有小萌科技提前代理过 而小萌科技其实就是B站的子公司 毕竟代理费怎么能让人赚走呢? 而既然是同公司了 两者的营运跟评价有多糟糕 相信我也不用再多加描述了 but 在中国台服都双双停运后 这次居然又再被二次利用绘图转身 继续榨干可能的剩余价值 这波操作我看黑局也只乎内行 而台湾这次的代理商是Nigigang 实际上是上海满秋的子公司 而旗下最知名的作品就是必然航线 这次代理公告提到的开发商Link2Game 其实就是使徒子跟林游方共同创办的公司 我本身没玩过当年的台版 也是接触这款游戏才知道有原作的 完全是第一次游玩而且并非原作档 相对来讲应该会比较客观一点 但这几年IP手游化的作品都不太妙就是 游戏的主体是剧情加卡牌养成 可能因为有作者参与制作 相对注重并还原剧情的呈现 并且带入不少冲突又或者说是细节 角色设定包含东方以及西方的神奇或者民间传说等 因此配音也会因为东西方的不同 用不同的语言来配音 是你这要念 我们又见面了 你很惊讶吗? 不许你们对大王无礼 看看她能够拖我 立会跟游戏的战斗又是另一种风格 甚至部分角色的技能 会穿插live2D加动画的演艺画面来营造华丽感 玩法上引用了很多游戏常见的 包含故事模式、马塔、各类副本、禁忌、闯关探险、大冒险、工会等 来丰富PVE加PVP的内容 那我们就来谈谈这游戏的缺点 游戏的整体节奏并不快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慢 并没有设计针对重复性作用的扫荡、跳过等懒人功能 所以每场战斗都要耗时不短的时间 我算是喜欢看剧情 但从复兴战斗希望剪短的人 所以玩起来会觉得有点阿杂 对于习惯有快速通关 以及非剧情党的玩家 最好要有点心意准备 战斗时间长相对也会影响培养养成的时间 会玩得很干 在我有空就打开来玩的情况下 一直是满满的超出体力打不完 该说是善意还是恶意呢 不过听说后期很缺体力 上限5分钟就可以下限了 美术方面一开始会觉得惊奇 但还是会显得有点杂乱 原作并非战斗风格 所以游戏中很多设定都是追加的 这倒也无所谓 只要设定合一就好 但强度平衡 似乎就是这游戏的问题 有些角色看起来很弱 后来查评价后才发现 嗯 是真的很弱 而玩法太多元也并非好事 时不迟就会指引玩家可以去打什么或者做什么 可能会让玩家一时间迷失方向 而机率目前是内测 抽卡的机率完全不值得参考 我是觉得没特别高或者低 且在初期养成难度偏高的情况下 真的也是抽个寂寞 建议要入坑的朋友 最好先去查一下角色推荐攻略吧 而这游戏 实质上是借鉴了 中国网易 于2016年上架的 《营养师》这款作品 不过也许是因为 2013年网易城投资灵游芳 在2017年正式入股 双方既然有这层合作关系 做出同质性的作品也不奇怪了 不过《营养师》最早也是风品满满 玩法上借鉴了韩国老牌的开发商 《Count to Us》 于2014年推出的《魔灵造换》 甚至连美术、力慧 都被挖出有借鉴其他游戏的影子 不过如今 人稳稳的营运并维持一定的热度 代表还是有他吸引人的地方 但同质性的炎王却停运了 而大多数人的好评 却只针对美术、配音、给分 也代表他是有其不足之处 结论 实之既无畏 弃之不可惜 基本上我是不太看好 游戏也不是打掉重来 就是换个名字 再把以前的内容复制贴上 就准备上架了 看起来就是想短线操作一波 对于粉丝来说 虽然这样说可能会得罪人 但这IP本身 并非想象中这么热门 作品的相关推广平台 也几乎只在中国 受众群非常狭窄 甚至该作品都停更了 在不确定是否能更新主线剧情的情况下 这样跑出来重新卖情怀 不只割菜味浓厚 也很不尊重粉丝 以前的玩家可能会因为喜欢这个作品 愿意课金来为爱买单 但玩家不会是永远的笨蛋 对于非粉丝 原作除非会顺便在地化推广来提升知名度 不然他就只是个常见的 有剧情的卡牌游戏 搭配二次元的架空世界 仅此而已 而基于难得抽到内侧 还是给个建议 第一点 加入能缩短战斗时间的机制 第二点 技能演绎可以设定开关 或者每日只看一次就好 第三点 全部卡池都有保底机制 第四点 重新检视角色平衡问题 这几天体验下来 并没体验到他的乐趣 甚至有点枯燥也不休闲 正式上架后 我应该也不会去玩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